少女意外重生到绿茶妹身上 刚醒来就被笑爸死死地掐住脖狗 他努力睁开双眼看清男人的模样 这个人他认识 他下意识叫出男人的名字 听见少女叫他小混蛋 笑爸紫色眼眸猛然紧迫 他手上力道放松的瞬间被一掌推 他震惊得不像的笑爸 然而少女此时却发现了一额 先前冷阳身上还冒着黑气 现在黑气正一点点慢慢消失 不知道那些黑气代表什么东西 突然少女的塑料姐妹花跑了进来 他警告男人不要乱来 否则他就去告诉老师 但堂堂笑爸又怎么会怕他去告老师呢 而且冷家有钱有势 就连校长都忌惮三分 沈星顿时感觉头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女孩焦急地询问他哪里不舒服 笑爸见状冷冽一想 你们关系倒是挺好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一直好下去 沈星伴随着阵阵痛的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不属于他的记忆 他的意识逐渐回正 他居然重生到另一个人身上 而且时间还是在一年前 难道说老天爷是想让他用另一个身份提前找出 想杀害自己的凶手 想到这里沈星就准备打电话给自己 提前打个预防针 女孩让他在房间里打 随即端来一杯热水给他喝 虽然他表面上是满脸的河山 但他周身环绕着黑气 沈星错愕地接过水 这边笑爸焦急地站在门外等来 真是个蠢女人 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沈星到走廊上打电话 他清楚记得自己遇害之前 原本和未婚夫约好出海度假 未婚夫那时因工作太忙抽不开身 自己就提前到了海边 没曾想游艇里的那人早已等候多时 他被男人捆绑双手 甚至把他压在身下欺辱 事后他被抛至大海 可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订婚后就退出了公司 一直在家从未语言交往 不知道是什么人想害他 恰好这个时间点 自己还在国外休养身体 要是能联系上自己 说不定能改变未来 然而当他拨通了号码后 却传来手机提示 电话尚未开通国际长途 记得大学门口有电话营业厅 得现在去办理一下国际长途的服务 转身的瞬间迎面撞上了冷阳 笑爸冷冷地看着他 你喝了吗 沈星不知道他问这个做什么 下一秒就被笑爸壁咚在墙上 我问你那杯水你到底喝了没有 沈星先是一愣 难道他说的是云云倒的那杯水 那个时候他居然没走 他问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然而笑爸却故意吊他胃口 知道但就不告诉他 甚至嘲讽他 活该一直被人欺负 沈星忍无可忍揪住他的耳朵 老虎不发为你当我是hello kitty 臭小子我忍你很久了 我比你大 对我客气点 笑爸错愕地连连后退 恰好这是塑料姐妹花来电告诉他 辩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他才意识到这次比赛 对于沈星而言很重要 他正准备离开市 无意间瞥了一眼笑爸 发现他身上的飞气又出现了 来不及思考那是什么 风踪茫茫赶过去参加辩论赛 然而笑爸却呆愣在原地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 他好像看见了白月光许颜 他揉了揉额头 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那个绿茶妹怎么可能是他女神呢 小绿茶为了成为学校最优秀的人才 不仅抄袭了塑料姐妹花的演讲稿 还在他的水里加了量 只要他在比赛中晕倒 自己就能替代他的位置 比赛开始前 小绿茶故意大声问候 沈星头还晕不晕 要是撑不住了一定要跟他说 表面上是好姐妹之间的关心 实际上是心怀鬼胎 然而沈星却能看见他身上的恶意 他虽没有揭穿 但趁着比赛还没开始 他将演讲稿复查了一遍 园主这篇演讲稿尽管准备得很充实 可论点和方向都太过于普通 于是他对演讲稿进行了更专业的调整 今天是医学系的辩论比赛 校方邀请了不少大人物来关门 校爸的继母也受邀参加 他本想让冷阳借这次机会 多认识一些业界精英 然而冷阳却十分不信 家里有个事情 干嘛浪费这个时间 况且爸爸早就对他失望至极 继母安慰他不要这么想 回头给他解释一下 毕竟冷阳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比赛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 他拿着之前抄袭沈星的演讲发言 哪只刚说出第一句话 他脸色顿时变得异常难看 腹部传来脚痛感 陈云捂着肚子难以置信 小声地问沈星 我明明把药放进你的水里了 为什么疼的是我 沈星脸色煞时间变得阴沉 所以你承认在我水里加了料是吧 他猜测的没错 那些飞气就是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对自己的论 先前他还不是很确定 于是让陈云倒杯水陪自己聊聊 然后又假装手机掉了让他帮忙捡手机 他趁机调换了两杯水 如今看到陈云肚子痛 才确定了他的猜测 沈星没想到重生后就能看到别人对自己的论 让他更加震惊的是 在座的每个人都对他充满了恶意 因为陈云肚子疼 所有人都以为是他做了 顿时四周向他涌来大片飞雾 像潮水一般把他吞没 这种感觉好难受 就快要窒息的感觉 不然冷阳冲进人群中将他抱起 沈星在晕厥前发现 冷阳身上的飞气都没有了 可惜明明这个人才是对他最凶的人才对 校霸焦急地把他送到医务室 打了半袋生理盐水 才慢慢醒过来 但是沈星刚一醒来 就听见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 陈云正在向教导主任告状 沈星对他下了药 下一名 教导主任就带着陈云走进医务室置位 是不是为了让陈云在辩论赛上出场 故意下了药 两人一唱一鹤指责沈星的恶行 然而沈星却丝毫不慌 真难为你腾成这样 还强称地找教导主任陷害我 我给你下药有什么证据吗 是你主动给我倒的事 这样看得我 要害我的可能性更大 陈云慌了 你别胡说 最后出事的人是我 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教导主任也一口咬定 他没有证据证明陈云要害 哪知沈星却说校霸可以为他作证 当时他就在门外 陈云嘲讽他 别做梦了 校霸怎么可能为你作证 下一秒校霸的声音就从背后响起 为什么不可能 校霸为了试探绿茶妹是不是被女神附身 故意买了他最爱的草莓蛋糕给他吃 他只想确定心中不真实的想法 然而自从在绿茶妹身上看到白月光的身影后 校霸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他身上 辩论赛上是如此 沈星晕倒后他也没有离开病房太远 刚听见医务室内传出动静 他就立马出现 陈云刚扬言校霸不会帮沈星 下一秒就对上了校霸冰冷的毛子 我最讨厌别人替我做决定 既然有人觉得我不会帮 那么我不管也不行 我确实亲眼看到了你在沈星水里加了料 而且那时候他把沈星压在床上的时候 陈云就一直在外面看戏 听到校霸的说辞 教导主任转而指责陈云 陈云刚想污蔑校霸说谎 却被主任制止 要知道冷阳的父亲可是校董啊 他是不想干了还是想被全行业封杀 这时沈星突然开口 就算没有校霸 他也有办法自证清白 之前和陈云一起整理的资料 在比赛开始前 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 陈云顿时错愕 心虚的冷汗直流 校霸拿出沈星的演讲稿给他看 稿子上确实有修改过的痕迹 这是他比赛开始前十分钟修改的 只要把两个演讲稿拿来做对比 就能看出哪个更好 沈星冲着他玩耳一笑 我不会吓要害你 因为你根本就威胁不到我 教导主任看着沈星的演讲稿 内容确实很精彩 可惜当时没能说出来 不然一定会轰动全场 陈云难以置信地一把夺过演讲稿 然而他的身体却颤抖个不停 演讲稿上的东西 和自己被吓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他脸色一沉呵斥沈星 沈星 你好深的心机 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 当时没有拆穿就是为了让我出城 沈星顿时无语 见过不要脸了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难道要乖乖被你贴 被你下药 让你如愿以偿大出风头 才算是个好人 那么这样的好人不做野马 陈云伸手就想打沈星 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手腕 校爸冷冷地发出一道威胁 我的人你也敢打 用力一挥就把陈云甩到了地上 随即问教导主任准备怎么处置他 教导主任说记大过 校爸邪魅一笑 不够 应该直接开除 然后送去给帽子叔叔 陈云一听 是不是想毁了他吗 他痛哭流泪求主任放过他 不然他这一辈子都要备活 然而校爸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 他冷冷地盯着教导主任 主任 你该不会真的要放过他吧 教导主任被吓得冷汗直流 当然不会 然后就把陈云带回办公室处置 校爸看着呆坐在床上的沈星 沈星似是很疲倦 但还是谢谢冷阳刚刚帮了自己 以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会还他这个人情 校爸拿起草莓蛋糕 不用等以后 现在就可以还人情了 把这个吃了 沈星看着草莓蛋糕愣愣出神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冷阳身上没有一丝黑气了 所以他真的只是想请自己吃蛋糕吗 校爸见他迟迟没有洞口 就问他 是不是怕自己在蛋糕上下了 然而沈星却是因为想到了其他事 他以为眼睛能看到的就是全部 可没想到一个人的心思居然能藏这么深 表面上关怀被制 实际上想置人于死地 校爸宠密地摸了摸他的秀法 是不是很可怕 那是因为你太蠢了 所以多吃点蛋糕不不能 再不吃就把上面的草莓都给我 我可是很久没吃过草莓了 在最凶狠的人嘴里听到最温柔的我 沈星忍不住吃笑一声 这怎么行 草莓蛋糕的草莓可是精华 不能给他 文言校爸一证 这是以前和女神在一起经历过的事 当时自己也是说想吃草莓 他同样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想吃的话 下次我单独给你买一筐吧 一模一样的话 居然出自不同的两个人之口 可惜后面女神忘记了 所以一次都没有给他买过 就是因为这一句约定 他一直没有吃过草莓 校爸微微一笑 好啊 这次你可不许忘记了 沈星顿时红了脸颊 难道那时候的自己也答应过给他买吗 下时间两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校爸一直盯着他吃蛋糕的样子看 他身上没有了飞气 内心深处藏着的是一个炙热的真心 殊不知门外有人正偷窥着一切 冷阳的继母露出阴险的微笑 冷阳 你终于有弱点了 少女开通国际长途给自己打了个电话 乃至电话那头却传来空耗的提示 她本想给自己发邮件市井一年后被死 然而编辑好的内容 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她这才意识到从身后的自己 没办法和过去的自己取得联系 但以现在这绿茶妹的身份 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杀害自己的凶手 正当他苦思冥想之际 两个段位不高的小绿茶跑来挑战了 哟 这不是成天缠着笑霸的狐狸精沈星吗 一直从垃圾堆里走出来的野鸡还想做凤凰 说着就伸手推荡他让开 沈星眸色冷冽地盯着小绿茶看 我不起来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如果我没听见就算了 都指着我鼻子骂了 还指望我装瞎子吗 从前原主就是性格软弱 才会被同学欺负辱骂 小偷 狐狸精 那时的他选择隐忍 然而他的隐忍并不能阻止别人对他的论 如今沈星要代替原主狠狠打他们的 沈星 你不就是这样的自己会勾引人吗 你得以什么 对 至少我能勾引到笑霸 那你们呢 连勾引的资格都没有 几句话把他们的脸打得深扛 就在这时笑霸突然出现 一个从不进图书馆的人 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来图书馆闲逛 沈星顿时感觉冷汗不止 他不会是听见自己说勾引他那句话吧 笑霸走到沈星旁边坐下 冷冷地送给小绿茶一个子 小绿茶被吓得姨妈筋都尿湿了 慌忙道歉离开这地狱修罗场 沈星见他们走了 他也想开溜 哪知笑霸却死死按住他的笔记本电脑 让他坐下 沈星顶着巨大的威压坐下 什么草莓蛋糕 什么对他笑 都只是他歪歪出来的 冷阳还是那个喜怒无常的小混蛋 这时笑霸冷冷开口 你现在试一下 沈星冷汗直冒 是什么 笑霸勾唇一笑 你不是说要勾引我吗 现在试试 麻蛋 果然被他听见了 谁说要勾引你了 只是吵架时候适当夸张一下好吗 突然沈星想到个点子 冷氏集团是跨国大公司 论实力地位都是国内的龙头老爸 如果自己讨好他 得到他的信任的话 就能轻松接近以前的社交圈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凶手 最重要的是冷阳身上没有黑气 自己暂时没有生命威胁 笑霸见他迟迟没有动作 就欲擒故纵 不愿意算了 果然你的勾引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沈星慌忙抓住笑霸的手 不是随便说说 两人双双羞红了脸颊 沈星酝酿了片刻还是跨不出那道的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强忍住内心的不是他 双手俯上笑霸的脸颊 一点点慢慢靠近他 冷阳 绿茶妹第一次尝试勾引笑霸 经验不足酝酿了半秒才开始 他轻轻扶起笑霸的脸颊 结结巴巴的开口 冷阳 我 我做你的心理医生吧 你脾气暴躁喜目无常 还有强烈的破坏欲 我一定能帮你走出阴霸 笑霸嘴角一抽 我特喵的是在期待什么 但转念一想 这样就能和女神每天待在一起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专属医生 每天要准时报道 在我身边待够时长 沈星还以为自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居然能拿下笑霸 简直太酷了 周围的同学也被笑霸的行为惊掉下了 换以前他早就把人打进医院了 难道这是换种方式折磨沈星吗 然而沈星却不这么认为 冷阳身上没有黑气 所以自己赌赢了 殊不知他的马甲早已掉了 笑霸那天用草莓蛋糕试探他 基本上800%以上确定他就是许颜 之后看了他修改的演讲稿后 就百分百确定他是女神 他看过沈星的字 也熟悉许颜的字 虽然不知道女神为何会重生到沈星的身体里 但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女神追到手 只要把他留在身边早晚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继母来变 让他去校长办公室一趟 笑霸本还有些不情愿 这个时候破坏他和女神的甜蜜时刻 但还是起身准备去看看是什么事 临走前还不忘在沈星鼻子上刮了一下 随后一脸喜悦的离开了 沈星感觉他有些奇怪 怎么一会儿叹气 一会儿又很开心 还真是喜目无常 冷阳离开后 沈星又尝试给一年前的自己发信息 甚至给未婚夫打电话 都无一例外的被拼命 目前看来他重生这件事没办法告诉别人 只能靠自己找到凶手改变未来 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 打开一看是银行卡里只有39块的提醒 他得想办法赚点钱 不然凶手没找到之前 他就会被活活饿死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窜出 一把捂住他的口鼻 他拼命喊着救命 但男人的手却越捂越紧 校花为了让绿茶妹当众出头 就邀请她参加医学演讲比赛 哪知她竟选择了校花擅长的经济学专业 可她修的是医学系 糟糕 小马甲险些就捂不住 殊不知绿茶妹重生前是经济学天才 但这具身体是名副其实的学渣加绿茶 成绩垫底就算了 还把学校实验室的药品拖出去变卖 到处勾引男人 不止校爸 就连辅导员实习老师都和他有着暧昧关系 甚至妄想在舞会上强吻校子 凭着这些负面新闻成为学校红人 这次更是凭借着校爸的关系 成为代表学校负责校庆活动 通知一出 就引起全校学生的抵制 虽然校爸和绿茶很般配 但让两个学习垫底的学渣 代表学校多少有些不合适 再怎么样也要找像校花一样的学吧 没人知道现在的绿茶早已换了星子 上次演讲比赛虽然没能顺利进行 可沈星的演讲稿教导主任看了都赞不绝 之所以让他代表学校 是校长不想埋没人 这次机会算是给他的补偿 然而找校爸和他搭档 主要还是冷爸是学校董事 校爸想都不想直接拒绝 那种无聊的活动还不如去飙车 校长见他不愿意 故意说那就找个帅气的男生和沈星搭档 毕竟后期还要一起拍照录宣传片 校爸一听是和女神搭档 慌忙打断他们 其实飙车都飙灭了 反正校庆没事不 不如就当玩试试吧 季母很快就看出冷娘对沈星不一样 校爸毫不掩饰 对 我就是喜欢他 一直都喜欢 也就是他对沈星的特别对比 引来了校花的疾度 校花故意找到沈星跟他说了 全校同学都说他没有资格代表学习 沈星原本不太看学校官网 点开一看才知道 原来大家是因为这件事才对他充满了乐意 校花告诉他 只要参加下周的演讲比赛 就能证明他有这个资格 校花表面上温柔和气 但他周身环绕着黑棋 而且他一直在说服沈星参加比赛 虽然沈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恶意是什么 但他还是接过了手机 看到上面的比赛有奖金后 他瞬间眼睛一亮 要是拿到第一名就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放弃园主的败家哥哥总是骚扰他 昨晚还从背后捂住他的灯 威胁他把钱全部给他 可自己穷到只有三块六了 哪里有钱给他 他知道自己和冷阳走得近 还说如果不给他钱 就去找冷阳要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借口待在小混蛋身边 要是被沈风去一闹 他就功亏一亏了 他答应哥哥一个月后赚了钱给他 现在这个送上门来的赚钱机会怎么能错过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最擅长的经济学 然而校花却一脸猛一 他明明是医学专业 为什么要换成经济学比赛呢 沈星一心只想赚钱 差点就掉满了 为了搪塞校花 他随口胡周了个理由 因为校爸说会帮他补课 听到这个名字 校花脸上的表情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误 但他身上散发的飞气越发浓肿 猜不到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他讨厌冷阳吗 殊不知校花也爱慕着校爸 他让沈星参加比赛 只是想证明自己才有资格成为冷阳身边的女人